客董,主性客董 主性客董就是啥 要要面對好意 要面對好意 所以要用到我們清清的心 用到我們有地位的心 用到我們共鳴的心 來意對我們抗議 所以這就是我們主性的本質 那個就是我們知性的本質 所以主性的本質當中就是要讓我們調整 調整抗議 那所謂主性的本質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天性 每一個人都有天性 每一個人都有天性 這是主性的本質 就是要讓我們調整 你抗的過程 你要怎樣 真的從中找到曙光 你抗的過程裡面 你要看到唯一的地方 抗的時候找到曙光 快樂的時候找到三一位的地方 要經濕 這個就平衡 這是一個平衡 這樣喔 所以要給大家說 中無雄 中無雄只頂該團 主修還主頂 我們今天有一個地方 我們典範師 那就是無雄 又無雄 正比正感 我們今天有一個地方 典範師的意志 會意志 如果這樣就開道 像我們主義的道 和無道的道 做一個職位 無道的道 它的能量大不大 大了齁 它的能量很大 我們無道的道 那麽大的能量 它在我們的身上 因為我們的辛苦力 是否是頂端術 都給我們 接著 接著什麼 接著串連 插頭把它插下 插頭插下嗎 插頭插下嗎 插下 插下之後 只要有雖然 我們是這支的電風 那支的電風 如果開到插頭插下 插頭插下 大電 接收電 電的功能 都一樣 它會回來 會轉動 我們的道 合物中的道 都一樣 只要你有收 啟動 開始回來 回來 意思就開始挖開了 挖開 它以後 解脫 我們自己要回家 回家 回家 所以這個道 當中 就是要讓我們回家 就是要讓我們解脫 這個道 還是要讓我們解脫 不過道 要讓我們解脫 看啥 看著自己 你就要 煮燒 還煮燒 套過我們煮氣 來改變我們煮氣 受精 我們煮氣 讓我們的心 越來越 淡然 越來越 淡然 所以自修 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淡然 對 來後面 後面 大家在說 煮燒 後面 大家在說 煮營 後面 大家在說 煮營 那個煮營的意思 是要跟我們說 你如果要進到 你愛 淡然 面對 淡然 面對 煮營 就是在說 煮營 這樣嗎 所以我們的煮營 又要燒 不然 又要做 要用什麼做 用我們 神的心煮燒 要煮燒 用神的心煮燒 也要用神的心煮燒 如果這樣 我們就煮營 煮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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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 如果可以 真的燒到 就煮燒 我們 天安 師傅 會不會像台灣 真正的法律 價格 就是要給我們改善 真正的改善 就是要說 什麼 我們不要去 我們不要去 讓人 把我們摸掉 不要被人 視 攔住了 不要被人 眼 困住了 不要被人 欲 綁住了 不要被人情 鎖住了 這樣嘛 都不能用百條 不能用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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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 就叫什麼 解脫 不然不需要蜀條 不需要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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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 要靠 自修 自立 人情都要丟在哪裡 不需要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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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們的條件 這就是我們的條件 所以說到外面 就是我們 來 後邊的時間 就是 我們的 我們的 生瓜 的時間 神音和尚團 在這裡 人家